对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美国民众要注意哪些事 东森新闻特别推出专题 防疫补给站 由嘉莲太平医疗网 医学博士包围 教导民众正确的防疫观念 优心新型冠状病毒 全球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且死亡患者的平均年龄 女性为83岁 男性79岁 数字是否意味着这是年长者疾病 嘉莲太平医疗网包围医学博士 首先打破这项错误观念 这个疾病最多人群 这个发病的人群的年龄 是什么呢 是15岁到50岁 从死亡率来讲 一般来说 它总的死亡率大概百分之三点几 百分之三点几 但是如果你有基础疾病 基础疾病 比方说心脏病 这个糖尿病 高血压这些东西 如果说你有基础疾病的话 那么你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十三点二 除了勤戴口罩预防接触传染 多吃保健食品是否能对抗新冠肺炎 包围医师则有专业建议 有些维生素啊草药这些东西 一般病人问我的话 我会说这些东西没有说 有研究证明它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吃了以后 你觉得舒服 觉得心安 首先我要确实确认 这个东西对你身体是没有害处的 那么我一般不会反对病人使用 至于该如何分辨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征 包围医学博士则建议民众 可以购买脉搏氧仪 Pulse Oximeter 在家初步检测 一般来说 新冠肺炎呢 它会那个有一个呼吸比较急促 然后血里边氧气比较低 如果说这个血里边氧气 东西都有低的话呢 那么你确实就要注意了 那么有可能是这个新冠肺炎 强调勤洗手与避免出入人多的密闭空间 才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不二法门 另外如果感觉身体不适 应该第一时间打电话联络家庭科医师 观众查询更多防疫资讯 请上加联太平医疗网官网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